Hi guys 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今天要介绍这位熟男 相信许多朋友一定觉得非常陌生 不懂为什么我要介绍这样一个 nobody 无名士或是小人物 但其实这正是为什么我要介绍他的原因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位 看起来很悲催 但人生过得峰回路转的中年大叔 Bob Odenkirk Bob Odenkirk 1962年Robert John Odenkirk 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一个小镇 绰号为Bob的他在家中七个孩子里排行老二 他的父亲有严重的酗酒问题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让他过了个惨淡的童年 只有在收看英国喜剧团体Montipython的节目时 会开心一点 成为了他喜剧的启蒙 由于从小就喜欢阅读 他在16岁的时候就修满了高中学分提早毕业 进入大学后开始涉足喜剧的编剧工作 在学校电台担任DJ并制播一档广播喜剧节目 The Primetime Life 放送时间为凌晨的12点到早上4点 很明显的这是一档没什么听众纯属自嗨的节目 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一直做到毕业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正处于脱口秀开始兴盛的时期 各种喜剧俱乐部遍地开花 包博奥登科克毕业后前往芝加哥的喜剧界发展 在俱乐部工作之余也到处去应征单口喜剧表演 这段期间他结识了美国喜剧界的传奇人物 也是在周六夜现场中担任编剧的Robert Schmeichel 并在他的引荐下加入剧组 正式进入了喜剧界的大联盟 在周六夜现场工作的8年时间里 与他共同担任编剧工作的 除了有刚刚提到的Robert Schmeichel 还有晚他一年加入的Conan O'Brien 这群才华洋溢的编剧组成后 连续三年获得爱美奖的提名 并在1989年拿下综艺类别的编剧奖 与他们合作的艺人如Adam Sandler David Spade Chris Farley 以及Chris Rock AKA被公然巴脸的男人 如今都是喜剧界里响当当的人物 可说他又是处于喜剧大联盟中的明星梯队 但若是抛去周六夜现场的光环 以个人身份前往好莱坞发展的Bob Odenkirk 发展际遇就有如衰神附体 第一次担任编剧的电视剧Get Alive 迅速被砍 接下来与他在周六夜现场共识过的班史提勒 找他担任编剧与演出的班史提勒秀 虽然为他拿下第二座艾美奖 但收视率从开播后就没有好过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Hey son You know what next week you're going to come down to my office and watch me design things I'm an architect Okay First of all You're an architect Well you're a pussy S'mores What Listen can we send this guy back Send him back This is our new son I don't care if you haven't noticed This guy's a real asshole Come on dad I didn't ask to be born 1995年 鲍勃奥登科克正式离开周六夜现场 与David Cross搭档 在HBO制作了属于自己的喜剧节目 鲍勃大卫二人秀 这个剧集其实评价不错 在HBO播送的四年时间里 又为他再次赢得三次艾美奖的提名 只是这种太硬核的喜剧风格对一般的观众来说还是有些距离 迟迟无法打进大众市场 在第四季的时候甚至被HBO调至周一深夜这个冷门时段播出 在收视率始终不见其色的状况下 还是画下了句点 接下来的十年倒霉之神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做什么都不顺的男人 所写的剧本要不是没有电视台有兴趣 要不就是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胎死腹中 想要转换跑道去当演员 他却始终都是路人甲乙等级的戏份 要很努力才能找出他在哪里的那种 就连合作多年的经纪人都突然去世 各种倒霉事层出不穷 让这个拿过两届奥美奖的名编剧陷入了 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实Bob Odenkirk并不是没有才华 由他指导的电影Melvin Goes to Dinner 不但是影展获奖影片 至今在烂番茄网站上还是完美的100%新鲜指数 另一部指导的电影《同居老友》也是十分好笑 其中黑人光头老大与宝贝小鸭鸭的桥段 每次看都能让人笑出声来 但才华这种事毕竟不能当饭吃 为了生存他什么工作都接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这时AMC电视台有部名为绝命毒师的影集找上了他 然后我接到电话 他们会提供你一个角色 《Breaking Bad》 《Breaking Bad》不是一般的演员 或是一般的演员 《别说不》 《别说不》 我说 我现在没说不成了一年半 但你可能没有意见到 这部影集当时的回想并不大 主要的演员也不知名 第一季还因为遇到了编剧《罢工潮》 只拍了7集 感觉倒霉的程度跟他有的一拼 怕已经很赛的自己在演出之后会赛上加赛 他还是先询问了身边好友的意见 《罢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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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鲍勃·奥登科克在《绝命毒师》的第二季后半登场 饰演一位名为索尔·古德曼的风骚律师 这个角色举止浮夸又舌灿莲花 总是给人一种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形象 但他那无孔不入的宣传方式与洗脑台词却又令人印象深刻 在遇到麻烦时总会不自觉地想到他 这个有嘴滑舌的律师是标准的金钱教信徒 只要给得出酬劳 各种稀奇古怪的服务他都能提供 而且完全不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悠游与黑白两道之间 原本计划只会有三集的戏份却在他全省的演绎下 反而让这个像只老鼠的风骚律师相当抢戏 让影集主创Vince Gilligan帮他一路加戏 成为一路演到最后一季的固定配角 他也藉由此剧拓展的知名度 将事业重心转往演员之路 不过在这边要特别说明 在《绝命读诗》中 他只能算是漂亮的绿叶 最耀眼的毕竟还是担任主角老白的 Brian Cranston 与担任小粉的Aaron Paul 在5G的时间里 这两人就横扫了艾美奖 四届最佳男主角 三届最佳男配角 有兴趣了解这两位演员或是这出神剧的朋友 也欢迎去看看我之前制作的影片哦 在全世界的疫情还是处于紧张的阶段 待在家里使用娱乐平台似乎是个未来的趋势 透过Surfshark可以打破区域的限制 在各大平台上享用全世界地区限定的内容 例如Disney Plus上的漫威影集 或是HBO MAX上的华纳电影 Surfshark的主要特点是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可以在无线的装置上同时使用 并支援各种平台、浏览器与系统程式 严格保护网络安全 坚持不保留使用者的资料 作为一个长时间的VPN使用者 我自己的心得是Surfshark不论是安装或是使用起来 都十分简单方便 在连接与跳转时也都相当快速 用过之后你就会看到新的世界 Surfshark的价格也非常有竞争力 而且超好看的特殊优惠也帮各位准备好了 只要点击资讯栏中的连结 在购买时输入初心熟能的专属折扣码 TRUXIN 就可以节省高达83%的费用再多送你三个月 如果试用后不满意 还有30天的保证退费机制 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试用看看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的 靠着《绝命读师》闯出名号之后 找Bob Odenkirk 演出的工作就接连不断 戏份也从过去的龙套加过场性质逐渐增加 甚至开始担任关键性的角色 所合作的对象也开始出现像 汤姆·汉克斯、沙利·赛隆这种影帝影后集的人物 而且不要以为他还是过去那个 对于工作邀约永不说弄的穷艺人 他挑戏的眼光可是相当精准 2014年由他演出景奖的影集《冰写报》 第一季就广受好评 一共入围了58项大奖并包办 艾美奖与金球奖的最佳迷你影集 不止如此 他的演出领域也跨足到大萤幕上 截至目前为止 他参加演出的电影如《内布拉斯加》 《邮报》、《密战》 他们都是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 选他的导演更是像史蒂芬·史匹博 《亚历山大潘恩》这种世界知名的大导演 虽然换了种形式 但他也终于藉由担任演员的方式打进大众市场 突破了过去20几年 只能在小众喜剧圈发展的瓶颈 20几年 我肯定是你的照片 那 你 你是谁? 我只是在找到一个人 呃 呃 谢谢你的服务 你太老了 你们 在疫情肆虐 没什么人敢踏进电影院的2021年 一部名为《无名氏》的电影 居然以1600万美金的预算 缔造了近5800万美金的票房成绩 乍看之下 可能还会有人以为 这是一部恶搞捍卫任务的喜剧片 但其实这样的猜测虽不中亦不原意 因为这的确是由捍卫任务制作团队所弄出来的新作品 整部电影里里外外都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就连海报创意与构图都是直接照抠 虽然戏出同门 但《无名氏》还是玩出了新意 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人家John Wick是打算退隐江湖 别碰我家的狗 我们就相安无事 而由鲍博奥登科克所饰演的主角Hutch 则是你打我啊笨蛋 四处招惹麻烦 想要借机发泄被压抑已久的中年生活 唯一不变的地方就是反派都是邪恶的俄罗斯人 明明人家的弟弟只是在巴士上调皮了点 结果被搞到财产被烧光 整个帮派惨遭灭门 想要讨回公道却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年大叔屌虐 都快搞不清楚谁才是反派了 何况电影上映时明明人家俄罗斯都还没攻打乌克兰 由于片中有大量的动作戏 Bob Odenkirk接受了两年严苛的训练 为了追求真实感 身为制作人之一的他还要求所有的镜头都要亲身上阵 并减少过度的剪辑与特效 相比气质自带哀伤 动作飘逸的鸡鸽 他的打戏自然逊色的多 但那种经过多年成绩 身手已经生锈 年纪大了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却更像个无名小卒 加上可以用吸管进行气切手术 用工厂道具做一堆机关陷阱的设定 简直就是John Wick加伊龙再加上马盖仙 配上他那张有够苦情的脸说服力十足 别有一番味道 非常值得一看 Earling Yee Earling Yee 2013年《绝命毒师》风光落幕 正当观众们万习不已 生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神剧 2015年由原制作团队推出的衍生剧 《绝命律师》再度唤起全世界毒粉们的热情 这次的时间线来到老白崛起的六年前 讲述一个本性不坏的小律师吉米·麦吉尔 是如何逐渐黑化成为为贩毒集团工作的风骚律师索尔古德曼 所以如果你想製作更多的钱 保持更多的钱 保持更多的钱 你製作更多的钱 应该叫沙尔 其实一开始当主创Vince Gilligan提出制作前传的构想时 鲍勃奥登科克是拒绝的 因为他觉得绝命毒师已经够精彩了 他不想要成为那个破坏完美的人 所以用想要陪小孩的理由玩具 谁知道一回家就被小孩背刺 说他们不需要老爸的照顾 还一直说服他接眼 这才让剧民们看到Better Call Saul 这部水准可以Breaking Bad批底的神剧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虽然《绝命毒师》至今仍被誉为美剧中最伟大的作品 但由他所主演的《绝命律师》 6G共63集的评分在烂番茄网站上 居然有着98%的平均新鲜度 甚至还超越了前作的96% 而且制作团队并没有急躁地挥霍前作所留下的遗产 而是依照自己的步调 细熬慢顿地讲述主角的人生故事 从与哥哥的兄弟纷争 到与女友小金的恶作剧 乍看之下似乎只是个黑色幽默小品 但到了后期之后 剧情开始逐渐与《绝命毒师》的时间线产生交集 那个令人熟悉 看到会起鸡皮疙瘩的绝命味又回来了 不得不说Bob Odenkirk在剧中的表现真的有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这个角色复杂多变 光是名字就有三个阶段 他完美地诠释了这段追求自我的过程 让观众感受这个角色纠结、矛盾、压抑与不甘心的同时 也随着他的人生起伏 经历了一段探索人性的旅程 在《绝命律师》的前五季 他就被提名了四次艾美奖最佳男主角 就算到最后还是没有获奖 他所饰演的风骚律师Saul Goodman 也早已获得了全世界毒粉的肯定 与传奇毒师Heisenberg一样 成为美剧史上的经典角色 看到这边我猜可能会有许多朋友好奇 《绝命毒师》与《绝命律师》到底哪一部更好看 我想这里应该可以用索尔古德曼的招牌台词来做回答 全都很好 其实我自己是喜欢《Breaking Bad》多那么一点 可能是我对于老白那种想要为自己活个精彩的心情 特别能感同身受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Better Call Saul》目前还没有完结的关系 基本上这两部都是那种 你会因为有看过而感到庆幸的神剧 如果你刚好都没看过 其实不用刻意分个高下 因为剧情是连贯的 把它当成同一部剧来看就可以了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点难理解这两部剧到底厉害在哪里 尤其是有主角家人出现的时候 不过真的看下去就对了 这两部神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欢迎你加入《绝命宇宙》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鱼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绝命律师》的朋友 对我会是个很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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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的 完美